東京增上寺外 悼念仁龍看不見鏡頭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十二號增上寺內舉行喪禮 寺外也有大批民眾前來獻花致意 而喪禮高一段落後 凝車繞行安倍生前辦公據點永天丁 包括自民黨黨部 日本國會大廈和首相官邸 為安倍做最後政治巡礼 首相安田文雄率領政府高層 包括法務大臣 古川針灸和前法威大臣 河野太郎等人在官邸大廳 雙手合十 鞠躬致意 凝車鎖金之路也有大批民眾夾到鼓掌致敬 感謝安倍對國家的付出 目送安倍最後一程 安倍一雙安倍招會也沿途回憶點頭致意 坐在車內手捧排位遮住臉部的安倍招會 根據自民黨人士透露 已經四天四夜 幾乎沒睡 被堅強處理安倍後事 安倍親弟弟現任防衛大臣 暗信夫痛失兄長後 十二號首度公開發聲 在臉書PO出兄弟倆 臉上滿是燦爛笑容的照片 寫到日本失去了無可替代的領袖 安倍熱愛日本為了保護國家 將生命都奉獻給政治 希望哥哥好好安息 我已經支持了 所以非常殘忍 我非常喜歡的主席 所以就回到別人了 在舉國上下 哀痛宋別夏安倍一體 抵達品川殯儀館進行火化 骨灰則將安藏山口縣老家安倍家墓 與父親一同長眠 預計之後東京和山口都將隆重舉辦 安倍告別式 至日期和細節 有待日本官方進一步公布 近新聞 高宇婷 王主寅報導 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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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場地 教育教育教育 替外閤 小 опять寄可 劉仁吓 喬弓 聖地急痕 雖然兄弟 挺胃 愛家幻佛 愛家幻佛